《勞保年金》 今天這個勞委會 對於《勞保年金》的版本 要送行政院 大家看到整個報導裡面 我們發現 第一個是勞工不如公教 而且公教的改革 還要延到2016年大選結束之後 當所得替代整個這樣改的時候 公教人員對於現在的狀況 還非常不滿意 他們每個月至少可以領四、五萬塊 勞工最多卻只有兩萬塊 然後不管是假案議案 沒事就叫大家腳多領賞 為什麼不是 公教人員為什麼整個改革上的差異這麼大 本黨團在明天星期五的時候 要把這個勞退條例第69條的修正案 關於政府最終撥補責任這件事情 及早就把它列為第一案 我們會做一個這樣子的 一個意識上的一個修正 另外本黨人因為發現說 像包括之前的營證案 就所有的四大基金 特別是這個勞保年金的虧空 政府都不積極處理 年金的這個處置 他們的經營績效不髒 虧空這麼多 便宜這麼多的這個 投信的經理人 卻不積極處理 只要缺錢就往人民的口袋裡頭生 這樣子的政府啊 這是行為可以 你看喔在年資給付率的部分呢 這個只要超過三萬塊的人呢 他的這個年資給付率就下降 從1.55降到1.3 然後呢整個投保費率 以後還會逐年逐年的一個上漲 另外是這個投保薪資的計算基準 跟政府支付責任 支付責任這部分呢 這個現在行責又有一點推山主事 現在不提喔 等未來才要提 另外呢 這基金的這個運用績效呢 都還是非常的低 而且之前的虧空呢 也不積極的處理 另外呢 是 他有一個上限 有個這個 四萬三千九的一個上限 那這樣子的話 大家要知道 所有這個薪資高於三萬 現在台灣已經低薪啦 高於三萬塊的人呢 他的這個年資給付率 都會變成 腳一樣多的錢 只要你是超過三萬塊 我就處罰你 你的年資給付率就下降 而且呢 你賺多一點錢 我也不讓你投保更多 我只讓你投保最多到四萬三千九 假案一樣 都比現在還要糟糕 而且沒有好好的照顧勞工 而且是 特別是偏公教 未來整個這個 巨公教中勞工的這個 修正提出的時候 我們可以發現 為什麼會有除了 世代不均之外 職業別上這麼大的一個差異 只是為了搶錢修補 他現在的一個財政的虧空 那個 國民黨的委員 也支持就是說 應該要負最後撥補的責任 但是呢 我們非常遺憾 就是在我們進去協商的時候 勞委會的這個 副主委 就是說他們沒有辦法做到 必須要一併來討論 他的保證 原來就是只有保證到2043年就對了啦 那也就是說 2043年之後 政府就沒有辦法保證了 這是什麼樣子的一個政府 我們反對 就是說 政府只有保證到2043年 我們也不希望假案 以案 沒有第三案的 來保障我們的勞工 以及曹寶欣不准超過4萬3千9 再從3萬塊一換 超過3萬塊的 我的年資給付1.3 本來是1.55 我覺得這樣子的不公平 有任何的依據 勞委會要說清楚 我想這個潘世偉主委 會成為世代的罪人 大家永遠都會記得他 有這樣的一個勞委會主委 在靈體感的裡面 這個勞工婦儒公教 也放任基金的一個虧空 只是向人民搶錢 來賭自己的一個洞 對這樣的一個行政院的作為 勞委會的作為 我們感到不辭